嗨,大家好,现在是2013年1月1号,这是刚才录影新年感恩Park 2 Park 2要跟大家说什么呢?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要逐梦 那逐梦的话就要非常踏实,我每一年都会回顾我去年到底设定目标达成了没有 那么今年的目标我要怎么达成,我都有一定的计划 知道我的朋友都知道,我希望当中广或者是六十九八的主持人 他们也希望可以成为台湾唯一一个,全亚洲唯一,全世界唯一一个中英日韩多国与记者会主持人 那当这一步我该怎么做呢?每天我必须要花时间把韩语学好,把日语学好,把英语学好 然后看不同的报章杂志才可以继续充实我的中文实力 那同时呢,你必须实力具备了以后,你要把自己推出去 所以其实我这一次可以跟中广,可以跟六十九八的长官呢 谈这个节目的运作还有计划,也是因为我自己先把计划书写好了以后 直接寄给他们,所以才有进一步商谈的机会 所以才有可能让这个节目确定可以做 所以大家注意好,就是你除了想要有一个目标以外 你要真的去do something,做一些事情,让你越来越接近那个目标 我是这么做的,那么希望大家在今年呢,也可以朝着自己的目标 把计划定出来,用行动来贯彻你的目标,让你的梦想可以实现 谢谢大家